合米在體育會夢球委員會主辦主委杯夢球競標賽 欣賞很多愛拍夢球的鄉親來參加 在記上改冠的參賽者 會所說有90歲 合米體育會夢球委員會 在合米國中第2號區 夢球中基辦主委杯夢球競標賽 邀請愛拍給鄉親交流球技 以及學友提供東北運動風氣 我們每年都會有三組的比賽 如果有要切磋球技的就來打甲組 那休閒的就打儀組 那我們也有健康的組 跟一些我們長輩來這裡娛樂 那今天天氣很好 我來運動能讓人家身心放鬆 那也歡迎各位來合米打球 以球會友 分享阿姆是專長最多歲參賽者 已經過年90歲的姨 主50歲就開始拍夢球 一直到現在也是維持良好的運動習慣 就出門啦 拍出門啦 頭拍出門啦 然後要走 像說他在身體 南部露天就不來啦 比較高就不來啦 每天都會出來啦 年輕人嘛 哪有四個去比賽 真的就好啦 人家要跟我打就打就這樣啦 這次比賽總共二十八周 五十六人參加比賽 不論是體育料後的休閒因素 或是本身對夢球的愛好 繼續保持聯合運動習慣 是維持身體健康的第一環節 下面跟主委表示 希望自由比賽交流 來提倡合比東地運動風氣 多久華新聞也風吾 何必彩虹報的 謝謝大家